什么样的房子增值性钱? 什么样的房子最难卖? 哪一种房子特别难卖? 没报路又差?哪一种房子特别好卖? 增值性又钱? 今天这个视频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房子应该作为首选? 什么样的房子应该借点别选? 一分钟给你答案 不好卖的户型有三种 第一种 120平米以上的中间户 这种户型不通透 虽然面积大 但居住体验户型总价高 买得起的是改善人群 但改善人群重要的数学就是通透 第二种 布提顶楼富士 本来布提房市场 接受度就越来越低 而顶楼富士这种产品 只有年轻人头脑发热才会为情怀买单 基本上可以判定你买到手 就是最后一个买他的人 第三种 远郊大平城 大平城加远郊 税费高客户少 你几乎没有办法把它卖出去 那什么样的房子跑卖又增值呢? 80平方左右的脸房 90平方左右的商房 130平方左右的编户大商房 以及改善房 140 160平方的市房 最后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投资买房又有房票的话 两套小的远胜一套大的 一套小的市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